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般還沒有遇到車子是可以這樣子 我在警車前面在紅綠燈內迴轉沒有違法 但他們看到我拖車就把我攔下來 他們就說這拖車是合法的嗎 可以這樣子上路嗎 當個這麼久第一次遇到 所以我們要查清楚一下 要耽誤一下你的時間 沒有 沒關係 要耽誤一下你的時間 因為像 這個時候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也可以增加我們的一個 司法上的經驗跟知識 OK 沒問題 這種情況就反正 這樣OK 這樣OK OK 沒問題 合法 合法 OK 謝謝你 辛苦你們了 因為有疑惑大家了解一下 謝謝 謝謝 打擾你們時間 不好意思 這什麼東西 我那是拖摩托車的 我拖摩托車 怎麼了嗎 應該是拖彩黃色的那個重機是不是 對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 我們查一下證件一下 這是你本人的嗎 對 怎麼了嗎 我想說 你這個是有申請牌照的是不是 有有有 當然有 好 因為那時候比較少見 所以我們才問一下 可以啊 可以啊 因為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大部分都是用貨車這種貨車 是 你可以查沒關係 您查一下沒關係啊 我查一下好不好 可以啊 可以啊 那你的行照咧 我拖這個需要行照嗎 我說 它有牌啊 您查 沒關係啊 你這個好像 我們了解一下 可以啊 沒問題 沒問題 這個是你那時候跟經理站申請說 你要自己用拖車是不是 嗯 對啊 它是輕型拖車啊 它不需要駕照啊 只要這台車是輕型拖車 它就不用考任何駕照 重型拖車才需要 所以我們第一次遇到這樣子 因為我們一般 還沒有遇到 車子是可以這樣子的 這個在台灣很少見 我必須說 因為在路上很多人會拍照 但歐波可以合不合法 這個就由你們來判斷 你都沒有被告發過嗎 沒有 我跟老實說沒有 這你們是第一個 第一個把我攔下來的 哦 對 說實際上 剛好把搖大車呢 就是載到他家 然後做一個迴轉 我在警車前面 在紅綠燈那裡迴轉 沒有違法 但他們看到我拖車 就把我攔下來 他們就說 這拖車是合法的嗎 可以這樣子上路嗎 那 那 對啊 請問一下 你有那一個 露營車訓練過後的駕照嗎 一年以上啊 然後經駕訓班 露營拖車班 才訓好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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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下場 下場 這個也是 我也是 當了這麼久 第一次遇到 所以我們要查清楚一下 不要耽誤一下你的時間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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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如果 這樣的話 我們也可以增加我們的 一個 司法上的經驗跟知識 OK 沒問題 因為這不常見 你也說是第一個 哪個 這不常見 對 它是難了 對啊 對啊 真的 對啊 對啊 用廣播的喔 那感覺很可怕 超帥的 反正後面查出來沒事 他們說他們也沒看過這樣子拖車的 這樣子在台灣遲早會被攔下來 一定會有人問的 但我覺得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所以今天呢 解決大家的疑惑 沒錯 OK的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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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